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廢物 今晚講的題目就是這個 與神同行的漫畫第二和第三部 之前第一節我們已經講了整個故事的大概 是否可以講完結局去 其實去到第二部的結局 你一直看上去都已經預計了這家 爺爺是死丟眼的 差在尾是怎樣收場呢 而收場有一點點意外 因為我們看的時候是不知道的 就是原來金冬元就是綠豆小生這個設定 其實去到最後就是 造神就跟他們說 你們是不是要救... 家臣 是要救神的話你就要救了金冬元 你就帶了金冬元下去 因為其實金冬元就是滿臣 所以他們最後就是分開了 解怨物和李德昌是先帶走了爺爺 而江林公子就是跟造神一起 就帶了綠豆小生去陰間地府 史迪昏周你都算樂款了 這麼多滿天神佛 然後... 但是因為綠豆小生 他回復回綠豆小生的身份之後 其實他對爺爺的記憶是失去了 他就會失去了人間的記憶 但是對於爺爺來說 他覺得... 既然他能夠安好 爺爺可能都會開心 爺爺沒有這樣的決定 他都捨不得的 爺爺是覺得不開心 甚至 attained不捨不得他 所以他可能不捨得他的年紀 他要臨值相對那樣 爺爺最後讓爺爺要遠足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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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沒有跟他解釋 沒有的 之後就被他帶走 那麥弈éma 那我們我也不懂什麽事 我覺得那段有道很有趣 因為講回江藤公子 我記得是江藤公子 他們又找回那個工人出手 我記得是看完那個 不是 那個是江洛公子 拿那把四人劍去砍一部推土機 其實是因為剛好那一天下大雨 所以四人劍的威力是不夠 但是最後又不知怎樣 憑了一些 他和張剛成合力解決了一件事 對 就砍爛了一部推土機 你想想一部推土機已經打贏了幾個陰差和幾個家臣 那他不懂得對付機械也很合理 阿天你覺得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純粹的概念 我覺得是 你看到江洛公子也是一個很... 怎麼說呢 他其實是很失聖的人 他有自己的堅持和自己的原則 他平時就要做事的 然後第一次說真的 趁一下趁一下 趁到這裡 我真的被你老母 這班人 然後就出手 他是個這樣的人 江洛公子 其實都很合理的 你想想想 當他在第一部 你聽他究竟跟艷王打架 是不是打架還是吵架 打架 他跟他打過 唯一一個音樂是跟他打過 所以才有在電影裡面 何靜宇和李靜宰 直接抽那一幕 這個也是一個抽出來的概念 不是的 如果你說第一部 我個人本來最有趣的是 剛才做音差的時候 我不能做 為什麼不能做 你都嘆了個混蛋 你本來都不公平 然後給他一個標示 說你不能喜歡別人標示 然後那時候你問 喂 你好嗎 你標示了全部人 我怎麼做 然後說 這樣嗎 那我不能做 要是這樣吧 你十年剩下一個 自己看著他用 很可愛 所以江龍公子和閻王 他們的對話和互動是很好笑的 另外 他的結局是這樣的 而我們其實一直都沒有提過 蔣江神這個角色 其實我覺得蔣江神這個角色 挺有趣的地方 他本身就是這個加一的第四個神 但無論發生什麼事 他一直都沒有出來 直到有一次就是差點打爛他的帳光 他不得不出來 然後去到成造神都死了之後 他才叫我正式多一點去牽涉這件事 還有因為他是有給 開頭呢 蔣江神他是完全不出來 他不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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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蔣江神跟他說了一段說話 他說如果家都沒有了 那你的帳光還怎麼會在這裡生存呢 即是那一刻 你還有什麼可以保護呢 其實是去到那一刻的時候 他才叫做聖 他就好笑 他就變成專門晚上那些 就是狩獵 狩獵那些黑社會 不斷打他 晚上早上就回家 還有那裡他是有少少暴走緊的 因為他的帳光開始鬱蟲 所以是有少少暴走的 因為那時候土地已經提及他們 如果家臣離開了家 就變成一些沒有法力 就變成差了 所以運勢會差 所以帳光臣離開了帳光 帳光就會開始鬱蟲 但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就是他那個醒悟 其實我自己看的時候 就看著很多時候 而我們的香港人 講豬 對 你講得對 怎樣都要搵食 什麼懶惱都說搵食重要 不要妨礙著搵食 不要妨礙著搵食 不要妨礙著上班 你老母臭氣 有炸彈在灣仔都說妨礙著上班 封路都說妨礙著上班 還要怪咯美國人把炸掉下來 他好像不太記得美國人把炸掉下來 到底香港人是有多喜歡上班 應該游到日本真的奸香港人 怎麼炸下來做什麼 像王主華一樣 那幫香港人都真是神經病 精神病 才會這麼喜歡上班 我們經常看著社會 無論怎樣亂都好 大家就是不得我明早上班 鬼想登公過 高登仔都經常說 無論你發生什麼事 就是明早上班不了 這件事就是 張江神他原會的想法 就是我只是關心我自己的事 但他沒有想過 就是當你整個局勢 毀於一旦的時候 你是無法獨善其身 我想我們在座的人大致上都明白 但是再看一次的時候 又有再一次的反思 所以我覺得這個角色 是挺有趣的一個描寫 我猜他作者特地寫這段 其實都發現了 其實韓國可能都有這些情況 有 會有 在社會裏面一定有很多 都挺不錯的 他要剷那個地方不剷 那些貧民窟剷了 對我沒有影響 還好一點 使用好一點 一定會有這種 不可以叫良薄 但是就是不理世事 港珠這樣的人 也一定有的 例如你看他很多電影 例如那套叫什麼 《逆權大作米》 那個主角跟朋友說 你想你的兒子生活在這樣的地方嗎 不要緊 我會想他出去出國讀書 總會有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 他這個角色 雖然他是一個神的角色 但其實他寫來寫回其他人 而我想跟次神造神 他們或成造神 本身他們是有某些功能性的幫助 不過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這本書的作者 就是他拿一些神怪故事 神話故事 神話故事 其實去反諷現實 其實 以我的認知 一向傳統上來講 其實聊齋都是在反諷現實的事情 全部鬼怪故事都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共產黨這麼怕人拍鬼故 就是這樣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如果中華文化圈 特別是在大陸已經沒有這種 你會在韓國看到這樣的故事 我自己覺得挺有趣的 另外我覺得他探討了不少社會話題 例如這個老人的問題 其實我們沒有這麼熟悉 韓國那邊的情況 但你看到韓國對一些老人的關顧服務 幫助其實都是很缺乏 你會想的就是 原來只剩下兩爺孫 然後我爺孫只收拾紙皮的時候 但他們是沒有任何的支援給他 而整個瘡窮洞都是很窮的 那些人的生活都是很差的 我想說韓國真的有很多貧民窟 就算你去首爾 你去釜山 都有兩個很著名的貧民窟 你上到去你會見到 真的跟市中心相差很遠很遠 我想大城市是一定要有貧民窟去 不是一定要他們 是會有一個貧民窟來帶來一種廉價勞動力 在那裏做surfing 除了 除了北京 沒有 因為福定只有高端人口 就沒有低端人口 所以我經常說 這個共產主義就很偉大的 所以如果去 這些什麼瘡窮洞那些 其實是真的很真實的 很真實的 這裏我又插了一筆講的 有一個有趣的 作者真的做了很多資料收集 譬如有一段 我記得那個黑社會裏面 一個大學生 大學生就說 有兼職 人工不錯 學長叫他做 做吧 那做什麼 破壞 打人 迫遷 這些事情不做可以嗎 那你出不出糧 又好像真的要交學費 原來要交關孔的 你又看到 其實他本身也是想打分兼職 不是想要做這些 但你進入那個地方 你就是要跟著做的 他後來也越做越狠 他都一件污兩件 那就打吧 他有理論的 他有那個運動的理論 一過了那個死定點之後 就像你跑步一樣 你一開始做 你會想死 很辛苦 很痛 不跑了 但一過了那個死定點之後 就開始肉絲肉死了 你就會繼續運動 那個人 但他最後其實也是 有一個聖誤 他軟矮矮矮矮矮的 是爺爺暈倒的 是他唯一一個去扶起爺爺的 但其實最慘的是什麼 這是他縮功 所以作者在埋這些位置 其實我覺得他埋得挺好的 你有時覺得他很隔眼 但某些感情位 你這樣寫出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 其實這個世界 他在說神 命運 生死這些東西 你會覺得真的是這樣 很多效果 他寫了很多東西 都是牽涉到《因果報應》 你有種過《因果報應》 你將來就會成熟這個果 他寫了很多這些東西 就算他第三部說那些神的背景 那些神話 裡面都有很多是跟《因果報應》 其實我覺得最有趣的是什麼 我覺得特別在第二部 你看到有一種無奈就是 神都阻止不了某些事發生 神可以做的事其實都是有限的 神都阻止不了人類的仆街 神都阻止不了人類的仆街 神都阻止不了收樓 那些人的收樓是多麼厲害 除了阻止不了你收工之外 也阻止不了你收樓 他只能夠在一些不乏位 就是在那些走盞位 可以在那裡放鬆兩腳 當然在香港 警察只會在那些走盞位置 扔多你兩腳 也不會在走盞位 會不會在暗角扔你兩腳 剛才冰芝提到第三部說了很多因果關係 其實我自己挺喜歡裡面幾個 其實整個第三部都很精彩 特別你第二第三部連著看 你對角色很有感情那一下 第三部原來很精彩 一開始就是這個大小別王的故事 就是天地創造 他一開始就是混沌創造的天地 然後就有不同的神就降臨了 然後玉帝座下就有兩個兒子 是嗎 玉帝 玉皇大帝 你講清楚一點 否則又要找雞送 很敏感的 大別王和小別王 他們就… 就興建了皇朝 就出了幾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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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出了與神同行 他們是想… 為甚麼呢 在經過爸爸的測試之後 他們一個就成為了陽間的神 一個就成為了地獄的神 而本身相對上比較優秀的哥哥 就是人間的一個動亂 就是因為… 長壽長者 長壽長者 就在人間裡清黃 那就搞得很多人… 搞得民不聊生 應該說 他們就叫做要代表著天界去平定了他 令到人民的生活 就覺得更幸福 那哥哥是… 應該說弟弟自己打算衝出去 現在敵敗就打得贏 但他就不夠打 那是要靠哥哥出手才沒事 救回他 然後回去之後… 我聽說這件很奇怪 肉王大帝就說 好了 你們兩個都成長了 你們兩個表演得很好 那現在給你們一個測試 大家都拿種子回去做 誰可以首先令種子開花的呢 就能夠成為陽間的神 我瞞著丟頭第一個測試 你已經看到誰比較優秀 擺明是老爸在哪裡 很奇怪 很明顯 然後他們就進行這個測試 而小別王就是用了一個… 出了矛招 矛招 就是找了這個… 窩落公衣 去拿了一條蟲 令到他的植物會腐爛 所以大別王的那個植物就腐毀了 而大小別王就憑著一些犧牲 因為他是直接把人代肥料滲下去 所以他就成為了一朵很噁心的花 但無論是朵花多噁心 他仍然是一朵花 所以他就贏出了這個測試 成為了楊家的神 沒辦法 因為小別王就是對著編劇說 地獄關我什麼事 食神就是這樣 天使的使者就行了 地獄什麼鬼 你說什麼地獄 所以他就只能夠成為這個楊間的神 而因為小別王是一個這樣的人 甚至乎他不聽他哥哥的勸告 一到楊間就殺了這個長壽長者 其實大別王說他雖然是一個暴君 但其實他有他自己的優點 他覺得可以在他身上學習某些東西 如何去管理這個世界 然後他那個世界本身是有兩個太陽和兩個月亮 而小別王是想著憑自己去對付他 想著我射了一個太陽和一個月亮下來的話 那人民就會愛戴我 因為他的支持度跟我們的特首一樣 不如向我插水 支持度的表格很可笑 他就想著我做一些事情 射了一個月亮和太陽下來 讓人民覺得我厲害的支持度 誰知道就失敗了 最終還是要靠大別王去救他 而大別王幫完他之後 也沒有邀功那些 甚至不把這件事說出來 希望楊間的人能夠欣賞和接納這個小別王 但是小別王的無能 還有大別王的那種仁慈和超卓 所以令到地獄的那個生活 其實可能比楊間更好 而大別王更為地獄訂立了一些規矩和設計 希望令到整個制度完善一點 那他也不只是靠自己 他也要找人幫忙 所以第一個很重要的幫忙就是炎王 他也是由人間第一個落地獄的人 走到落地獄 找到了 這個是相傳的 那炎王我不知道 還可以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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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經歷了一番 一番的討價還價之後 成為了掌管十殿炎王的其中一個 第一把交椅 那其實這個故事 去到這樣結束 我自己挺喜歡的就是 他中間的那條條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現實生活 這麼痛苦 有時候 雖然死了這種解斷是一個不正面的思想 但是我們絕對不管是大家這麼做 但是那個點是 為什麼我們現實是這麼痛苦 而特別在一個故事上寫的就是 下到去可能 你在地獄會看到 陰差大事全部都是好人 這麼多在地獄派來的使者 不同的神 可能都是一些好人 就是你會看到他寫的就是 大別王和小別王產生出來的東西不同 在這麼多個外傳 或者整個故事 整個與神同行來說 我最喜歡的始終都是江林公子 雖然呢 就是完全跟電影無關係 我想說 因為不同了 那個個性 因為呢 江林公子真是很 很有魅力 是很有魅力 他是一個令你覺得 他是那些 其實我覺得江林公子 他跟《賈月麥》 在電影公子的性格 好像有點調轉 少許 都有些 是有些調轉 你找到何證宇做 真的做不到 他不是做那個 他唯一最像的就是 第一部 突然間由哭 突然間變成 正常變成哭的樣子 Anyway 我想說的就是 因為這個角色是很可愛 他有他嚴肅的一面 但是他平時也是很吊兒郎當 他有他自己弱點的一面 他拋棄發妻 反而是很人性化的一面 譬如他 好像剛才阿森英說 他沒有拋棄發妻 他沒有拋棄她 他是這樣的 他第一幕出場 就是在妓院 抱著女兒 他嫌棄發妻 他嫌棄發妻 他沒有拋棄那個 因為實在太醜了 他說 我不餓 相公你吃飯 我吃不下飯 然後阿上公 不是阿老婆 走 我出去 嘩 我很餓 不停吃 我真的很餓 他醜了一個地步 是什麼呢 看見他吃飯 不是啊 是整個 江南公主戰 是沒有看見他 是沒有看見他老婆的樣子 全部都是拍著他的背部 他真的畫不到我 怎樣可以醜到這個地步 是 不如他叫一個人幫他玩 不行 即是他的幻風突然有一個火柴人 其實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譬如他會不同意人的歲數是固定 但我覺得比起任何事情 都像剛才所說 他做牙差的時候 然後整天有阿 簡宇墨和李德珊 不是 牙差就是他還是人間的事 整天有那個女人來煩咬阿 郭苑生夫人 對 郭苑生夫人 然後我去地獄幫你找炎王 他又夠薑走去挑戰 但原來其實他是 即他是完全不夠炎王打的 但他說我要有勇氣 是 那炎王就是看中了他 其實就算你說他不喜歡這個 老婆 不是那個楊壽 即是七十歲女人八十歲 是因為他看到所有男人 即是所有人就是幫主 我七十歲都死了 我做 為何還要做 我都已經六十七了 還有三年都死了 我做什麼懶惰 做不做我都是死的 反而你不知道自己何時死的時候 大家都會為你繼續生活下去 生存下去而努力 好像很痛苦 好像痛苦一點 即是見到終點和見不到終點 沒有很多 前提是你的努力生活 是不要那麼痛苦 但是變得那麼痛苦 因為小別王的關係 如果你說有個不好處的 男人七十兩八十 男人七十的 為何還要公正庫連金 當然 他們都是這樣 有病 沒事的不用醫 我都未到七十一定不會死 然後另外就是 說譬如 他到最後 他知道了原來 他老婆是好的 即是他終於都 那些成造神 都不停提到 都不是看外表的 心底善良 真的重要 而且你老婆真的對你很有感情 他說算了 老婆就是老婆 而且在找 炎黃的過程裡面 他真的覺得他老婆 是有幫到他的 做了一些高點給他 所以他也想著 我做完這宗工作 我買一把梳化 回去送給老婆 他不知道 他周圍問女人喜歡什麼 到最後 其實是一個 叫做半套 有一個遺憾的故事 就是他拿到一把梳化 回到家 看到老婆 跟著他老婆 跟他說 其實我 然後他的靈魂就被人 被焰黃抽走了 打算讓他下去做 然後焰黃就說 你的靈魂已經是我的了 他說不要不要不要 我做事還沒說 我還沒說 我覺得那段都挺慘 因為江林其實 比我們看 是一個很陽光的角色 很開心 很任意妄為 有些任意妄為 你不會覺得 他是有些 很無可奈何的事 但這個就是 他成世人 以及成為 永世的神之後 唯一解決不了的遺憾 所以江林公子傳 他是大結局的外傳 但也是一個 我覺得用一個這樣的結尾 去完成整個故事 特別的地方在於什麼 好像我們上一集有提過 就是 好像作者應該經歷了一些事情 有點遺憾 也是解決不了 對 所以他為什麼在第二部開始 一直寫下來的內容 都是設定到混蛋 還有所有老公都是低能 聖造神也是低能 聖造神沒有低能 不過他都被人騙 然後江林公子 江林公子 江林公子是一個混蛋 作為老公是一個混蛋 和諾的爸爸 也是按鈕的 而且他是怪人 和諾的爸爸 有個有錢跟他說 你在哪裡 我和諾的 你就繼續去旅行 你老婆就留在家裡 做女傭 你一看就知道 這個有錢 我和諾的爸爸是很低調的 那就是Having Ending 和諾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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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爸爸也叫和諾的 對 不然他爸爸叫沙婆 沙婆叫王子 他媽媽叫月光鵝眉 你看到外傳都比較普遍 譬如解怨墨和李德春 為何會成為解怨墨 那也是很悲的故事 日月陰差就是因為他們被調到手邊 武官解怨墨被調到手邊疆 而他要對付的外族 正正就是李德春的那個河族人 即是他們說交數 是女真嗎 還是諾丹 女真 沒有特別提 沒有特別提 但他們說要打 手邊疆 交數 交數 打外族 沒有 方圓幾百里沒有人 其實沒有特別提是女真 還是諾丹 因為他們的年代已經不是李時朝鮮的年代 他們說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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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年代 搞到最後就是 不管了 總之弟弟孤兒照殺 我們交數而已 就是因為一個這樣的故事才 其實不是的 因為本身解怨墨初頭就交數 然後搞交一下 他撞到李德春 因為李德春他照顧一群孤兒 所以他人是中央探隱之心的 那就是幫他們 雖然也算是不同 然後幫幫幫幫 有時跟李德春吹水說 為什麼你們做孤兒呢 沒有啊 我們被一個 陷家產叫賈月脈殺了我們 老爸老媽 被愛好叫白狼的陷家產殺了我們 然後賈月脈叫愛好就是白狼 然後 原來我殺了 所以賈月脈覺得是對不起他們的 然後因為他之後搞得久了 他調了一個上司來 那個上司就是那些追數人 總之小朋友也殺了 為什麼你最近沒什麼掃膠 然後走去知道他們知道了有孤兒院 有孤兒院的外族物體 走去殺他 所以解怨墨就阻止他們 那些叫戰死 都是犧牲的 這樣就戰死了 在那件事下李德春也死了 所以都是這件事 然後賈月脈就來找賈月脈 就欣賞他的母席 他說要找你做無辜 就是做陰差 他也死了 然後賈月脈說 都可以 我要做 你連同他一起做 我覺得對他不住 所以他一直在我身邊 我要保護著他 所以賈月脈才有機會成為陰差 不然就沒有可能 熟悉 電影裡面的賈月脈 就完全是兩個人 真的很不同 電影裡面的人物的性格有點改了 但其實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故事 就是第三部 我也是 因為他有說到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 他好像只是說他和德春之間 為什麼會成為陰差 那些關係 其實他帶出了一件事 就是 什麼是國界 為什麼國界不是人定 其實不應該是人定 因為他最初解釋 一直都說 他跟德春解釋我們 他為什麼會來 因為他要守住邊疆 我要什麼什麼 最初 最時候他們的相處就是 每次分開的時候都會說 好了 那你回去吧 你跟德春說你回去吧 到後來再聊幾次 然後他開始了解什麼 其實德春說 其實我們這裡都有住 為什麼你會來說 我們走 我們也有住 然後他開始明白了這個道理 然後他跟他說 德春你回去 不是 還是我回去 那一刻我是很深刻的畫面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年代還沒有肥媽 這部是韓國人 高麗人 他們是什麼 高麗人 這部是高麗人的地方 離開高麗人 不是去其他地方 我最喜歡 其實始終都是江南公子 因為對我來說 他真的是主角 而且他的故事 你可以想像是 唐伯虎點秋香 最後華安離開了華府 回到自己家 跟原本那八個熊的老婆 在一起 之前 老婆 娘子 就斷氣 就斷氣了 我自己喜歡 剛才說的 假如跟李德春的故事 都是我第三部最喜歡的 因為可能都看得久 而且他們兩個 比起江南公子 我覺得他們自己本身 因為江南公子 經常都會跟他們分開行動 所以他們兩個 你會一直覺得 他們是很好的拍檔 然後 你看回他們之前 生前的一些恩怨 而且我很喜歡 他最後那一格 是畫他兩個 但是穿一些古服 神毒 神的氣服 很漂亮 畫得很漂亮 我們平時都會跟人說 就是 《與神同行》作者的畫 不是很精細 但是那一格 他畫得很漂亮 因為我推介同事看 那個同事說 不行 《與神同行》的畫風 真的很接受不到 所以你應該想推介一個人 不讓他看 打個底 然後看完一句 你上去看《與神同行》 就覺得畫得很好 其實最後一頁也是這樣的 我意思是江林公子院之後 最後一頁也是 很喜歡這個 神功服 神功服很漂亮 還有我講到這些 你會看到 其實炎王 和江林公子那些 固然之外很少 但是 你會看到政府的架構是這樣 制度的政府 這些就是法治社會 人間沒有的法治 竟然在陰間地獄 看到有法治社會 夏叔可以如實地 和尚師表達自己的意見 其實炎王也是一個 很開明的 很開明的 但是 規矩又真的是這樣 江林公子 你不能亂來 有一次你會看到 作者會把一些對現實的不滿 怎樣發洩在 或者對現實的期望 放在陰間 我最後想再說一個 不過這個很小的位置 有點有趣 就是他看水和石的陰妻 復出的時候 他們在想 為什麼這陰妻復變得這麼漂亮 你不知道嗎 楊間最出名的設計師 才下了地獄 幫我們重新設計 他弄得好像是白西裝 很帥 然後去到第三部 找成造神去建設計師 就是說 為什麼天才永遠都是早死 因為地獄沒有人手 所以炎王也請他們去幫忙 很好笑 我覺得這個解釋說得很好 很合理 你讀很多書 想這樣說 成哥主也有說 為什麼這麼多人英年 這麼多天才英年早世 我就是因為被你拿去 成造神的老婆根本就是金巨王 你這些只是叫做免費的人 根本就是混蛋 對 他老婆很棒 他老婆很好笑 他老婆是金巨王 第三部裡面很多老婆都很棒 所以我反而比較喜歡成造神的故事 因為也是他老婆和成造神 chit chat很搞笑 但是這個跳到後始 因為第二部完全沒有出場 是因為他家屋應該有地基 你說高樓大廈只是底層有地基 就算沒有地基也好 因為最初 大鼻王答應過他們 他答應做神的位置 一條經驗和老婆不分開 所以是不可能見不到他老婆 很多讀者在留言上有問 但好像沒有回答 就算不回答 好啦 我們今次說第二第三部的 《雨神童人的漫畫》都差不多 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去看他的漫畫版 《真人電影版》就上了 正式上是8月9日 即是今個星期四 要看的朋友應該都可以爭取時間去看 應該都有時間 其實上了很久 他的優先場經常都是長 因為他的優先場 只有幾天 其實8月2日有上的 但因為他2、3、4、5 是星期四、五、六天 有比較多的場次 其實今個星期一、二、三是沒有了 是啊 可能就回到週末的黃金檔期 早上一點 沒關係 大家有興趣去看 如果看漫畫覺得好的 其實都可以考慮入手一套實體版 接下來台灣好像8月19日就會出這套套裝 七期原的 整套《雨神童人》的中文版本 兩期三期和兩期的三期分別 總共七期 中間好像有一個是 有一個新的 是誰 忘記了 總之有一個新的外傳 就是實體版獨有的 有興趣的朋友就可以去找 一些經常使用的台灣的網絡書店都不難找到 我都在十五十六買 大家 喂 沒有十五十六買吧 我想看 十五十六買吧 很貴 買了就不貴 以前從來沒有聽說買書會貴 神經病 我一向都說買書會貴的 從來沒有聽過 一向買書都貴 但都會買 不過就不要緊 還是那句 如果有網友課金給我們買書 當然都是好事 更好 好 今晚節目時間到這裡為止 下星期說什麼好呢 下禮拜呢 是否 影評 延續回去 就是與神同行2的真人版的影評 好 到時再跟大家見面了 是這麼多 拜拜